您的慈悲才是 师父啊 那2018年又是新的一年 那你对弟子有什么要的要求呢 对我们广大的学科同修 还说 尽管一 精精啊 要努力啊 讲到底了 你不努力的话 你什么都没有啊 你白忙活一辈子啊 你不能努力 你说你有什么 一个人如果不努力的话 失去了更多 一个人活在世界上 不能不努力的 对不对啊 对 对对对 你想一想啊 有时候 有时候精精啊 叫 所以佛法里面讲 要六波罗蜜里面 要精精 是很重要的 精精很重要 一个人不精精了 你说 你还有什么希望啊 你其他都是空的 那师父 有很多弟子 遇到这种问题 就是修修修修 就懈怠了 就不精精了 修修修修 就懈怠了 不精精了 如何克服这种问题呢 师父 很简单了 爬爬爬爬爬爬爬山就往下掉 一辈子爬不到山上 就是就是信心不足呀 远离不够呀 没吃苦头呀 所以师父有时候在 电台里东方才秘书族的 这些小孩子 经常把他们调换 让他们吃点苦头 让他们知道这个世界 不管什么位置都不长的 就是要经常换 换了他们就觉得平常了 无所谓了 就会舍弃我相 人相众生相 受者相了 否则你一辈子都破不了相 对不对啊 对 那师父讲起这个吃苦头 那有的苦头是菩萨特意给你安排的 那还是有的苦头就是命中注定的 都有 吃了苦头 全部都有 菩萨安排的也有 菩萨有时候你去看过电影西游记里面就有 让你明白这个道理 他会创造一个让你比较困难 麻烦让你自己去超越的一个境界 菩萨会给你 但是最后超越了之后 你会带来无限的超越这种境界之后的法系 好了 明白明白 那我们 那师父你刚才讲了 那我们生活中 哪些苦头就是菩萨给你安排的呢 你举个例子呢 很难讲啊 你比方说 你本来说 你本来的命 毕业之后 你想到哪个单位 对不对啊 菩萨不给你 你就吃苦头了 你求不得苦了 菩萨不是让你知道世界上什么事情都是求不得的吗 你说我今天求菩萨 菩萨你让我到某一个单位 对不对啊 求不得 最后你吃苦头了 那么吃了苦头之后有的人开悟了 有的人们就觉得菩萨怎么不帮我啊 不信啊 你的裂根性不就出来了吗 哎 明白 这是怎么简单 但是最终都会上那个单位 但是菩萨是让你明白这种苦 求不得 对啊 最终人都会死 但是菩萨让你知道怎么死法 有些人死得忠于太乡 有的人死得轻于红毛 有的人死得下地狱 有的人死得就超脱六道 对对对 就这么个概念 明白了 谢谢师傅到慈离开